东门美术馆 推动福州两岸艺术交流的桥梁 东门美术馆馆长卓莱成 5月23日与福州艺术家冯威 共同致力于推广两岸艺术交流 近年来以精神的还乡和梦里佳沙为主题 在香港、台北及内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 广受好评 你目前的主要的创作方向 主要创作方向 我今年创作了 就是因为是国家比较重要的一个展览 还是我用我以往的这个说法 还是创作一些古厕题材 就是家园 这个乡丑家园这方面的题材 反正就不断地在自己这个领域里面去琢磨 卓莱成馆长与冯威艺术家相见欢 通过展示两岸艺术家的风采 推动艺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他们相信艺术是无国界的语言 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融合 这是画这个长河 这件作品十几年前创作的 在哪里创作的 就是在明北 明北 明北创作的 是平坦吗 不是 就是明北 不是平坦 因为它那边有很多的这个荷花 一到这个 就是冬天的时候 这个长枝拜祢的这种 就例如一年世纪的轮回 是 这是生命的体现 循环 循环 那我感觉到很有意思 我就 但是很长时间了 因为这这么十几年前的作品 我今天换出来 那我感觉也 让我回想到当年创作的旗席 蛮有意思的 卓莱成馆长对于未来两岸艺术交流 充满信心和期待 他们计划在更多城市和地区举办展览 推动更多艺术家的合作与交流 他们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 两岸的艺术交流将会更加紧密 为观众带来更多高品质的艺术享受 那冯老师请问你 做创作的话 那个 住在闽江边多久了 有五年时间了 五年时间了 对 五年时间了 你创作主要想要表达的有什么思想的体现吗 我最主要是想把这个人和环境想表达出来 因为我工作室在里面办 而且这个风景给我感觉很滋养 我创作的这个我的灵感 所以说我来源比你还是在我周边的周遭的环境 那我创作了这个动力 你看我画了像这张也是 就沿着一路沿着这个福州福建这个明北的 卓来成官长表示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展览 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两岸的艺术文化 增进彼此的了解与友谊 冯威则表示 艺术是心灵的桥梁 能够连接不同的文化和思想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打动观众的心 带给他们一份美的享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